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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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它推出这个直播 又刚刚符合这个需要 那它们就用了派对屋的场地去拍摄 对 因为它们本身都有些漂亮的场地 大黑的位置 那对于你们来说呢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就比较没有受疫情所影响 所以我们都是做原本自己做的事 或者是开拓一下 有没有什么会受疫情 比较需要我们的业务 例如是零售或者是画廊 这样吧 那么 到时候你们 例如零售商方面 都未必在这段期间 未必可以承访到他们会推到售商 或者是如何帮他们托战 对 因为始终 我们也不是说 有很多变动的市场 对 还有零售商 你卖不同的产品也有不同 就是你卖衣服 这些一定是 卖衣服这些一定是差一点的 如果你賣生活百貨那些 又會是好一點的 始終我都不敢寫包吊 我這個技術是一個 可能是舊市的糧方 一個方法 你一用了 即七就會賺好錢 大眾好過無法逛街 是的 沒錯 起碼是有收入內源 是的 沒錯 其實未來發展方面 你們都要看清楚一點 以觀望態度 還是怎樣呢 你們有什麼方向 未來現在都是看清楚一點為主 因為始終疫情好像又再升上去 也不知道要搞多久 還有環球經濟的影響下 每個人都開始爆發 也不知道要影響多久 所以穩定一點的策略比較好一點 不過你們的技術又可以幫一些零售商 發揮為一個新的出路或方向 是的 沒錯 起碼客人除了上網去看之外 都可以看得仔細一點 全面一點 是的 好 多謝你們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OK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